我跟你说啊 我弟那个姓丁的 我已经老大了我跟你说 他不但破坏你的感情 还把你累成这个样子 都住院了 不行 我得找那小子算账去 妈 你能不能别冲动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老向着他说话呀 我没向着他 这是我的工作 行了行了 明你这份工作咱们家人也饿不死 妈妈 我自己的事情 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 翅膀长硬了 不要妈妈了是吗 行 以后你自己的事啊 你自己处理 妈不管了呢 阿姨 你怎么来了一下就要走了 我们家那阎夏简直要把我气死了 阎夏他怎么气你了 你说他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不错的男人吧 他非要跟那个姓丁的纠缠不休 阿姨我觉得那个丁文校挺好的 阎夏如果要是真的和他在一块的话 打住 我跟你说啊 我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我不可能对不起未来的女婿的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丁的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丁的 断了他的念想 未来女婿 阿姨该不会说的是许莫辰吧 现在比赛应该结束了 喂 喂 丁总 比赛结果出来了吗 呃 还没出来 也有结果马上通知你 好 对了 我设计的衣服你穿上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合身 的确很合身 你知不知道 其实你做我的模特 我特别难做衣服 我就想啊 我要怎么掩饰你身上的缺点 让你看起来更温暖 但是你那张脸呢 总让我分心 所以我只好 只好怎样 只好 丁总 你刚刚试笑了吗 有吗 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 只好记住你傻笑的样子 然后把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所以我才能完成这三件作品 丁总 说话呀 丁总 你在哪儿 我总不能告诉他 我在医院吧 我在家啊 我 我在 那个 患者原先 待我时间吃药了啊 你放点 我一会儿吃 你在医院 你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过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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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 哎 我听不到了 我 通知言下了吗 闻笑说他自己会讲的 那好 今晚呢 我安排了进宫 到时候 你要盛装出席啊 我找那姓丁的 叫 叫 丁 丁文笑 请问您有预约吗 预约 他破坏我女儿感情 害得我女儿住了医院 我找他算账 我还要预约 莫辰 丁文笑 你给我出来 丁文笑 给我出来 阿姨 阿姨好 别叫得这么好听 我问你 你凭什么这么折腾我女儿啊 害得她一天到晚不回家 一天到晚就以什么工作工作为借口 成天跟你私混 现在都弄到医院去了 你给她挂了什么迷魂汤啊 阿姨 我想您可能有误会 公司最近有比赛 确实比较忙 比赛 什么比赛啊 是你和我未来的女婿比赛 谁先得到眼下是吗 那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这个裁判已经裁定了 你输定了 输的是你女儿 你谁啊 凭什么插嘴 我是DI的首席设计师 也是你女儿的上级主管 更是丁文笑的 霓震 什么呀 什么呀怎么不说了 说不出来了吧 我告诉你们 别仗着你们人多公私大 就可以随随便便欺负人 我警告你 以后离我女儿远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还有 我女儿言下从今天起 绝对不会再来迪埃上班 她想来还来不了呢 什么意思 那我正式通知你 你女儿言下已经被迪埃开除 请你务必帮我传达到 开除 是我女儿抄你们的鱿鱼 是我女儿抄你们的鱿鱼 哼 现在你满意了吧 说吧 未来女婿到底是谁 什么未来女婿 你妈说的 言下我和你是最好的闺蜜 连终身幸福这种事 你都瞒着我 我妈胡说你也信啊 空穴无来风 无风不起浪 阿姨是不可能乱讲的 说吧 她到底是谁 反正早晚都要说的 你干嘛要拖着 我只是在想该怎么说 我知道 你的考量自然有你的道理 但是别因为保言下 伤害了灵山 莫辰 说实话你对灵山 千万不要给我机会 我肯定会强 够坦白 那你呢 我对你从来没有隐藏过什么 包括言下 你想太多了 我跟她只是工作关系 莫辰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 言下在哪家医院 反正早晚都要说的 不说 我也能猜得到 你能猜到 许莫辰 喂 许莫辰 真的是许莫辰 听说你住院了 你没事吧 谁胡说八道想诅咒我 那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找你 找我 你有什么事你就电话里说 不用麻烦来找我 你 许莫辰 她在中心医院 二零八号病房 好的 一会儿紧 好的 我等你 许莫辰 你找事是不是 对 我就是找事 她在中心医院 二零八号房 等一下 别关心过头了 我去哪儿 闻笑这么匆忙去哪儿 处理善后啊 到底去哪儿 闻笑的事呢 你先别管了 她做事有自己的准则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该准备一下了 妈 谁又惹你生气了 还能有谁 肯定不是我姐 对吧 我问你 你说你姐怎么老跟那个姓丁子在一起啊 因为传统坚持 什么传统坚持的 你给我说清楚 妈 你觉得姐保守吗 在发生两条船事件前 应该算保守 那好 妈 你还记得她初吻事件吗 妈 姐和那个帅哥在马路上抱在一起了 发展这么快 你看看 呃 不 不对啊 这个不是那个人 不是那个 那是哪个啊 这个不是和你姐签合约那个人 哦 我记得 那好了 答案就这样子了 传统坚持 不行 我得到医院去找你解决 你别生气了 这件事情是我妈一厢情愿 那你 真的就没有一丝动心吗 说实话 还真有那么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 还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 在我看来 许墨尘喜欢的应该是那种 时尚 而且知性的女人 像我这种不爱打扮的 拉里拉遢的 她肯定没感觉 你没骗我 骗你有什么好处 听你这么说 我刚才 将死的艾苗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你真喜欢许墨尘啊 严相 你真得帮帮我 好 在我能力范围内的 我一定帮 严相 你可真是我最好的闺蜜了 好 又怎么了 一会许墨尘来医院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懂 我回避 把空间留给你俩 我过来 我给你俩 我回来 我家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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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夏 一会儿只要许摩尘一进来 我一定把所有的话都坦白告诉她 不能让她有说话的机会 就这么做 思琪 严夏呢 严夏她说病房有点闷 出去透透气 累死我了 我就坐这儿歇会儿等她 怎么办 要是阿姨一直坐在这里等着 那我的告白不是要泡汤了吗 不行 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阿姨啊 严夏她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 她不在这儿中院吗 怎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她不会又回去工作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 是这样的阿姨 刚才许摩尘来了 她说要带严夏出去散散心 我怕她跟您说了 您会觉得严夏她 所有我就没告诉你 你说什么 许摩尘刚才来找她 太好了 那个 你怎么不早说呀 那得好了 思琪啊 以后你帮阿姨多看着点严夏 让她不要再跟那个姓丁的来往 好不好 阿姨啊 您就先回去 这事 包在我身上 那 那就麻烦你了 那 那阿姨就先回去了啊 不等了 阿姨再见 谢谢你啊 好险啊 差点就毁了我的告白大计 许摩尘 现在就等你出现 今天除了要恭喜牧总监取得胜利之外 还有一件事 我要向大家宣布 好石主地甜品店 今天也正式开张 而我们的店长 正是最美的牧总监 好石将在牧总监的带领下 成为时尚界的交流圣地 让我们欢迎牧总监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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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 都是我精心为你安排的 谢谢大家 你生病住院为什么要隐瞒 丁总啊 这是我的私事 你就别管了 你已经耽误了比赛了 我能不管吗 最后还是准时送达了不是吗 你来找我 不会就是因为我住院的事吧 是不是比赛结果出来了 结果怎么样 丁总 你就说吧 我能承受得住 你的设计很出彩 如果不是因为我 如果不是你 我肯定能赢对吧 你呀 也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拦了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牧总监是DI的首席设计师 论资历和经历都比我丰富 我一个小裁缝 连正规的课程都没有上过 能跟他比赛 已经是对我莫大的肯定了 其实我应该感谢他 真的 严肯定能赢 其实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一切都可以回到原点 不过丁总 能不能麻烦你 等我离开DI以后 不要再追究我剽气的罪名了 我是无心的 不好意思 我先过去了 我从不勉强 我喜欢的人 做任何不开心的事 包括 这个 我知道 你在担心文秀 这里交给我 你去整吧 等等 你知道医院在哪 这个聂斯奇该不会是想不开吧 不可能 就凭我这个长相 不至于看了就让人想自尽吧 再说了 她又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 怎么可能为了我 做这么大牺牲 这许莫辰 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了吧 呗呗呗呗呗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放松 终于摆脱 剽怯的罪名了 那我的罪名呢 你什么罪名啊 偷窥狂啊 偷窥是惯性 如果想摆脱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偷窥是惯性 偷窥是惯性 如果想摆脱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损我还在夸我 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 不过 还是要谢谢你 当初 要不是你让我 签下那份合同 丁文笑 霸王条款这么多 咱们先不说 你是用期三个月 只发基本工资 哎 就这合约 只有傻子才会签吧 你放心 我不签 你打死我我都不签 那你就是决定 让我起诉你 剽怯迪爱的设计了 如果案件成立 你将赔偿 迪爱一整季度的损失 你觉得这是三个月的工资 能解决的吗 哎 我说你这个人 你经营这家 消逝光年制衣铺 应该很费劲吧 不然你也不会 给迪爱投简历 再者 以你的资历 你到哪家正式公司上班 都会被刷下来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不是吗 我也不会有 去迪爱学习的机会 丁总 我会遵守比赛规则 尽快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我会遵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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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遵守在哪里